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期我们就来好好的聊聊它 这里我们是以横条纹为主 传统的横条纹又被称为海浑山 法语叫做Makineh 是水手的意思 起源于19世纪的法国 是来自于布列塔尼的水手工作服 在1858年被正式列入了法国海军的制服清单内 同时也对衣服的款式做了规定 标准的海浑山是在胸部和背部有20条宽10毫米 间隔20毫米的电缆色条纹 袖子上则有14条 而袖子是4分之3的长度 不能从上衣中而露出来 船型的领口上升到接近脖子的位置 据说当时设计这衣服的人 最初是想要帮助地位落水人员的 但万万没想到在多年之后 它却成为了时尚界最为经典的单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常去海边度假的 可可珊带了香奈尔女士呢 在当地的水手身上发现了这件衣服 顿时让她眼前一亮 她呢就着手改良这种男士服装 并推广给她的女性客户 而她重新设计的海浑山呢 既注重实用性又强调了女性身体的自由和解放 这在当时啊可是相当前卫的 后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 她俨然啊已经成为了女性衣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并且呢受到当时艺术家们和电影明星们的大力推崇 不过直到1966年 海浑山才终于通过伊夫森罗黄圣罗兰先生的 Maha水手系列登上了高级时装的秀场 但又说到真正把这种横条纹山发扬光大的 绝对要说张伯格切先生了 她对海浑山痴迷和创作的热情啊更到了有点偏执的程度 早在她1976年的首场时装秀呢就出现了这一元素 后来呢在1983年的Toyboy系列中啊更是捧成了绝对的主角 白底蓝条纹在她的设计作品中变换出了无数的可能 把这原本拥有非常强烈的男性元素呢变得更为性感 她认为啊海浑山呢是可以搭配一切的 而且啊她永远都不会过时 那么条纹山既然这么百搭又经典 如何把它穿的好看啊 首要的任务呢就是要选对衣服 这里呢我们第一步啊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条纹 因为跟其他衣服不同的是只要一点点条纹上的变化 都会让整体的气质发生改变 所以呢我们首先就是要找到自己的需求 就是你希望这件衣服穿上显瘦还是显胖 之前呢我在穿搭物区这一期视频就有说过 同样宽度的条纹啊视觉上呢横条纹是比竖条纹更显瘦的 尤其呢是在上衣或者是裙装的选择 而单就横条纹来言呢细条纹更显瘦 所以你想要你的上衣呢看起来更显瘦呢 那么这种粗细均匀 并且条纹之间间间隔不大就是首选 而如果有些小伙伴们本身比较瘦小 穿什么呢感觉都好像有点撑不起来 那么我就建议选择穿宽条纹的 要么选择这种浅色底的 要么也不妨试试这种彩色的宽条纹衫 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会比较丰满一些 所以想要显瘦就穿细条纹 想要丰满就穿横条纹 那么接下来第二步呢我们就要选择条纹颜色了 当然这里最安全的颜色呢还是黑色或者深蓝色和白色的搭配 无论是白底的还是深色底的 基本上呢都能适合所有人 也是最为经典的条纹衫的配色永远都不会过时 当然还有两种颜色的搭配呢就是红白蓝法国国旗的颜色 蓝白配和红白配也是非常保险的 最好呢是选择白底红蓝细条纹的款式 而且像这种三色条纹的款式呢也是非常百搭的哦 只不过呢我们选择搭配其他单品时呢 颜色的挑选就要注意了 最好呢是挑选红白蓝三色其中一种的纯色单品做搭配 或者是搭配一些中性色也可以 但切记啊不要搭配其他过于复杂或者过于冲突的颜色 还有啊像这种白底细条纹的其他颜色的选择也是非常多的 但是原则上呢还是以细条纹为主 并且最好不要超过三种颜色 像这种彩色宽条纹的呢我们就要看颜色整体的和谐度 以及是否适合自己的肤色了 OK选好颜色后呢我们就可以来挑选适合自己的款式了 其实呢有时候就算是宽条纹由于其图案的特殊性 款式的不同呢也是可以显瘦的 比如说我最近看到的这件衣服啊 由于衣服下摆处呢做了收紧处理 上身后呢腰部就没有了膨胀感 但同时呢又能使胸部呢显得比较丰满 就能啊比较显瘦 还有呢像这种脖颈处有大面积唇色的处理 也能从视觉上的拉长脖颈线条 细条纹呢也能够更好的收缩腰腹部位 而全条纹扇的肩部处理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想让你的肩看起来比较宽 那么就选择这种衣服肩线大于你自然肩线的 如果想要肩窄一些呢 那么就选择那种肩线刚刚好的 而宽松度上比较丰满的姐妹们呢 就不要选择包身或者是贴身的剪裁了 这样呢会更容易凸显肉感 稍微宽松一些的版型呢会更为显瘦 而在领口的处理呢像这种传心领和V字领啊 比较大的领口呢就会更加增加呼吸感 也能起到显瘦的作用哦 那么选择好适合自己的条纹衫之后呢 这里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搭配方案 而最为简单也是最基础的呢 就是与牛仔的搭配了 尤其是条纹衫和牛仔裤的搭配 你可以呢根据自己的身形选择 适合自己的牛仔裤款式 这里啊也不妨可以参考一下 我之前这期如何根据身形挑选牛仔裤的视频 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的这些小技巧呢 把这种基础穿搭变得更加时尚 比如说呢把条纹衫塞进高腰牛仔裤里面 有一到两种比较醒目的视频呢做点缀 或者呢穿一双颜色比较鲜明的鞋子 还有啊也可以在脖颈处呢 洗一条短的丝巾或领巾 当然了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层次感 外面呢可以套一件封衣或者是西装外套 也可以啊在里面呢叠穿一件白衬衫 而这里啊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把衬衫的袖子翻出来才更有时髦感 当然条纹衫和其他比较正式的裤装 像阔腿裤还有西装裤呢都可以打造出更为优雅的效果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可以在条纹上外面套一件牛仔衬衫 衬衫呢要记得敞开 再加上西装外套 同样的袖子部分呢把所有的层次都露出来 下面呢可以搭配黑色或者偏深色基础色 这种穿法就很适合现在的出唇 而西装外套呢我们也可以完全换成皮衣和风衣 像皮衣呢就会更为显酷 当然这里还有一种穿法就是把条纹针织衫呢当作披肩来用 简单的搭在衬衫或者外套外面 或者呢松松的打个结 既随意又时髦 而下半身呢我们也可以搭配各种半身裙 但无论选择哪种款式的裙子 切记一定要把条纹衫塞进裙子 而像这种基础的纯色半裙呢虽然很保险 但如果你想要尝试不同印花的混搭穿法呢 那么条纹上也绝对是一个最佳的入门单品 你可以尝试搭配各种印花裙 不过在印花图案的挑选上呢 一定要选择比条纹衫更为强烈更加有视觉冲击的 这样呢才能够出效果 而且像暴纹啊其实也非常适合我们小面积的运用 而如果你想尝试一下条纹衫的连衣裙或者半裙啊 那么这里要注意了 这一类单品是绝对不适合臀部比较宽大 腰比较粗的小伙伴们的 而在穿条纹连衣裙的时候呢 我建议除非本身裙子腰线处做了处理 否则一定呢要通过像短外套啊或者是腰带呢 来调整腰线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内容了 希望能够对你们在条纹衫的穿单上呢 有所启发和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呢 也记得点赞留言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爱你们 Salut 请不吝点赞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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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留言